我聽說你常常在問診的過程當中 問出別人有外遇 沒有常常問到別人有外遇 你在問診的過程當中 偶爾問出別人有外遇 比如說因為有時候在問的時候 其實在性功能這一塊 我覺得對象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聽過最扯的就是說 今天有一個男生就帶他 看起來就是像女朋友這樣子 或者像老婆就帶來看 然後做檢查就會發現 居然是性病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問一問 我想說這個老婆怎麼跟他講 就說你先生得了性病 性病這種臨病這種東西 不是你隨便就會得到 一定要跟別人有親密接觸才會產生 然後我就說你這個 不好意思我問一下 臨病 菜花 梅毒 中標 都是性病 中標指的就是中性病 但是看你是中哪一種 你可以是中梅毒 你可以中HIV 你可以中臨病 披菌啊 這個菜花這些都可以 是是是 OK 所以你那個患者 我就跟他講說 老婆在旁邊 我要怎麼跟他開口 看樣子他應該是有這個 其他的這個對象就對了 OK 然後但是我就說 那你這個老婆要不要先出去一下 或什麼之類的 他就說不用啦 不用不用不用這樣 然後就好啊 你既然都說不用了 你這麼 你叫小姐好 打招呼 那我就直說了 我說你這個是臨病 應該是這個傳染 那你老婆可能也要檢查一下 是 然後他就聽到兩個就面面相去 我想這個 回去應該就家庭革命了這樣子 就下禮拜就是剩女生自己來 然後我就說 你還好嗎 就是上次是你老公 你陪你老公來嘛 那這一次就變成是 你自己來是不是 該不會離婚了吧 結果他就說沒有啦 他其實是小三 對 那他來幹嘛 他來檢查看看他 我以為他們是夫妻 但不是 所以他真正的問題是 他是小三 然後他是陪他男朋友來 但是他老 他男朋友額外有正功這樣子 然後才發現 然後這個小三 到底是誰傳給誰的 還額外有原配 之類的 這個就不知道了 就沒有問那麼細了 是 對 所以就會 有時候 我覺得在講 雖然說密藥科常常在講性功能 可是講到後來 會發現你跟愛 有時候會很難扯得開的 是 那像我之前還有一個 我覺得蠻有趣的案例 那種密藥科還是會結紮嘛 對不對 男生會來找我們結紮 然後結紮完之後 這個後來病人就來驗 真的就是 已經沒有精子 就可以不用避孕 結果過了一兩年之後 他又怒氣沖沖 跑進我的診間 一進來就拍桌 就說 你給我負責 他女朋友懷孕了 然後我心想說 那就不是你的 怎麼可能 我說 當然 醫學上面案例 真的是有那種很少數 就是本來結紮 後來又結通了 他說 我們先來驗驗看好了 然後呢 所以 我就叫他再驗一次精液 結果 真的還是沒有精子 然後我就 好吧 那這個就是 這就不是我的事情了 這是你們的事情 可是我後來 想想不太對 當初他來結紮的時候 是他女朋友陪他來結紮的 所以他女朋友明明知道他結紮 為什麼他女朋友還跟他講說 我懷孕了 OK 所以故事峰迴路轉 我覺得他女朋友是故意跟他說 可能是有點就是想要分手 但是不好意思講 所以 不好意思 我們先來聊一下結紮這個問題 有興趣是不是 對 很有興趣你知道嗎 結果我曾經動過這個念頭 不是動過這個手術 對 我曾經動過這個念頭 但是 那為什麼後來沒有做 我覺得 在 面對那一剎那 失去了勇氣 不是啊 通常會結紮有幾個時機點 我們會發現 第一個就是 老婆剛生完小孩 然後尤其是自然產的 是 然後老婆就 腰瘦痛 怎麼這麼痛 都是你害的 所以馬上 現在立刻給我去結紮 你不要再害我了 這是其中一個點 是 然後第二個點通常就是 比如說 先生是台商 準備要去大陸做生意 老婆就說 你給你做馬不開 對 你要去外面幹嘛沒關係 你不要回來找一個來分家產的 是 所以另外時間點就是要出去的時候 第三個就是說 小孩生到第三個 不小心是意外發生的 反正想說都已經四十幾歲 應該沒機會了 沒想到蹦出第三個意外 那就趕快結紮掉 因為 現在要養四個是比較難 是 生小孩簡單 那養小孩比較難 就是結紮 現在據說就是電燒嘛 就是我們其實是三重防護 我們把酥精碗拉出來之後 我們會剪一段掉 然後剪完之後 我們再把那個口把它封起來 用電燒把它封起來 是 最後再用那個線再把它綁緊 但是你知道嗎 這個成功率還是只有不到100% 就生命會找到自己的出路 你知道嗎 所以就算這樣子做成功率 大概99.7%啦 還是有0.3%會發現 一直都還是有精子 那這樣這種人就兩個選擇 要嘛就再做一次手術 要嘛就是 你是上天賦予你特別的 天選之人 你就好好的生吧 好好好 OK 那做一個結紮手術 大概要多久 要看好做還不好做 但一般大概都30分鐘就做完 30分鐘就做完 對啊 局部麻醉就做完了 那以前啊 這個手術不是這樣子說 因為老師是歷史老師 稍微講一下歷史 以前啊中國是有那個 計畫生育年代嘛 有 所以他們就是會有大批的醫生 要去鄉村 一胎化那個時候 對 就是要去幫人家做結紮 但是因為以前的手術 就變成是說 不要容易出血 然後會有一些風險 是有一位姓林的醫師 他就發現了 是有一個方式 他也不用刀片 他直接用那個比較細的器械 就把那個皮膚 稍微撐開之後 舒靜管拉出來結紮就好了 時間又快 併發症又小 所以這件事情呢 就大為風險 是 所以 雖然目前在世界上 女生做結紮的這個 機會還是比較高一點 因為他們可能在剖腹產的時候 順便就結紮掉了 但是因為女生做這個結紮 他需要的這個 就因為他需要 能成比較浩大 對 比較浩大 而且容易傷到這個腸子 其他器官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們還是會建議 比較建議是要做這個 男生做結紮比較好 那再問一個問題就是 結紮會影響內分泌嗎 完全不會 這個已經做過非常多的研究了 很多人會說 結紮會不會變成社務腺癌 會不會就是導致什麼 這個金蟲充腦什麼的 有都沒有的 研究顯示都不會 什麼憂鬱症什麼都不會 這個已經做過大大回合的研究了 所以是 所以我沒有理由再來 阻止自己去做結紮手術 但是就像你講的這樣 就像那個大老哥講一樣 他可能會有一種心理上面的感覺 就是 我是不是就此失去了某些男性的功能 是 對 但是我覺得因為 人一方面不是動物 你看動物就只有在發情的時候 才可以交配 對 人是少數就可以 只要興奮就可以 對 人是少數可以一直做外申小孩 縱使不興奮也可以這樣子 年輕的時候可以啊 老的時候 不興奮可能沒辦法 年輕的時候是硬著等 年紀大就等著硬吧 我通常都是這麼說 年紀輕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控制你什麼時候勃起 對 年紀大的時候 你也沒有辦法控制你什麼時候勃起 好 那再來就是 所以 其實它對內分泌什麼 不會有任何影響 對 其實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大概頂多就是心理陰影 對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結紮完之後 因為你可以不用隔靴搔癢 不用帶套 是 所以你反而可能在性上面的 這個表現會比較好一點 OK 那結紮之後後悔可以打開嗎 可以 但是成本就會高很多了 費用很貴 因為都要自費 然後再這樣是失敗率會非常的高 所以結紮是政府給付 沒有啊就是自費啊 但是就是不會很貴嘛 但是如果是你是要把它重接 是 重接手術的工程就很浩大了 而且接了的時候失敗率很高 就算接通了也很快會再阻塞 所以通常就是你接通之後 我們就會叫你 多去這個手排一下 然後存一堆先存起來 然後以後要用的時候再 所以可以就是冷凍你的精子 如果重接完之後啦 重接完之後 因為它很有可能會再塞住 所以我們都會叫病人 就是要想清楚 你真的確定沒有要再生了 再紮掉 那如果說我在 我在結紮前我就先存一些精子 那你要付錢啦 要放精子銀行要付錢 那如果說你真的都確定不生了 你存一堆要幹嘛咧 送啊 怎麼樣 對不對 女生比較適合存啦 因為女生他這個卵子是有限的 那男生如果說 就算你真的結紮了 真的不行 你只要有錢 甚至我們可以直接從稿案裡面 拿出精子來 也是一個方式 OK 所以就是 OK了解 反正就是你不一定要再把它弄出來 就是直接從稿案就可以取出精子 但是因為 稿案裡面的精子它需要再副稿 副稿就是稿案旁邊一個結構 稿案是要在裡面熟成的 就跟我們那個紅酒一樣 威士忌一樣 你講的我以後不太敢喝紅酒 剛釀出來之後 你要再把它熟成一段時間 那個精子的品質才會比較好一點